大家好,我是小颖,欢迎你来到我的养生频道。 在开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最近那家房子又出事了,他们家的房子真住不得。 看到新闻后有人说了这样一句话,故事的主角叫林先生。 林先生是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的员工,在进入这家企业后,他便在公司附近租了间房子。 可是让人没料到的是,住了大概半年多之后,林先生总是感到身体乏力,工作上已有心无力。 您太太不放心,就带着林先生到首都医科大学进行检查。 人们以为只是简单的身体不适,没想到检查结果却让人大吃一惊。 林先生被诊断为急性随系白血病,原因竟是甲醛中毒。 由于林先生的病情已达晚期,再加上病情的不断恶化。 在短短两个礼拜不到的时间,林先生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先生逝世后,妻子实在难以接受自己丈夫甲醛中毒这一事实。 不了解了林太太,请人对林先生生前所居住的房屋进行了房屋检测, 结果显示甲醛严重超标。 研究已被证实,我们都知道甲醛可能会导致白血病, 但是却鲜少有人知道甲醛是如何导致白血病的, 我们应该如何预防。 首先我们要了解,白血病作为一类造血干细胞的克隆性恶性疾病, 其发明机制是,克隆中的白血病细胞无法进一步分化成熟, 而停滞在细胞的发育阶段, 并于骨髓和其他造血组织中大量增生聚集, 从而使人体正常造血得到抑制。 在五国儿童及35岁以下成人中, 恶性肿瘤死亡率白血病高居第一位, 这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 从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研究所的调查中, 我们得知, 我国白血病的年发病率是十万分之二点七六。 不同类型的白血病的发病率也是不一样的, 像故事中林先生所得极性髓细胞白血病的发病率就是十万分之一点二六。 近年来,白血病愈发受到人们的重视, 国内外关于白血病的研究也盛行了起来, 越来越多的流行病学研究表明, 甲犬和白血病有着巨大的联系。 马里兰国家癌症研究所为了研究甲犬与白血病之间的关系, 研究人员记录了1960年到1986年间在殡仪馆工作人员病例情况, 发现在殡仪馆工作的人比其他患随性白血病的几率远远高于其他癌症。 为什么选择殡仪馆工作的人员呢? 这主要是因为兵仪馆工作人员是甲犬暴露比较严重的职业。 另外,国外许多学者试图寻找甲犬和白血病之间的关系。 结果显示,暴露于甲犬的工作人员, 患有白血病的风险和死亡率均远高于其他职业, 而且关于甲犬导致的白血病案例在我国不在少数, 其中小孩子的发病率最为常见。 亲爱的朋友们,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那么就伸出你的发财小手帮我点个赞呗。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对我前进最大的动力, 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 二,出现五种情况,说明甲犬超标了。 对于高浓度的甲犬我们很好判断, 那么我们如何判断低浓度的甲犬呢? 甲犬能导致各种症状产生, 其主要发病机制源于甲犬的刺激性、致敏性以及麻醉性。 甲犬一旦进入咽喉或肺部会对其产生十大的刺激, 破坏鼻黏膜、肺黏膜、 轻则流眼泪、喉咙痛、水肿、 重则产生炎症。 另外,很多光明性皮炎均是甲犬的致敏性导致的, 这种作用往往强烈且迅速。 甲犬的麻痹性主要体现在对神机系统的破坏上, 使人眩晕不适。 严重渴致神经系统发生紊乱。 如果房屋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况, 很可能就是甲犬超标了。 一,如果我们能闻到房间里的家具有刺鼻的异味, 眼睛还会不自觉地酸胀, 甚至莫名其妙地流眼泪, 就说明室内空气中的甲犬达到了每立方0.1到0.5毫克。 二,倘若开始觉得喉咙痛,呼吸道发干, 这时室内甲犬含量可能已经达到每立方0.6毫克。 三,一旦开始出现憋闷,恶心,甚至头晕目眩, 这时的甲犬浓度就十分危险了,会严重危害人体。 四,如果住进房间后,家人经常感冒咳嗽,而且不容易好, 尤其是小孩子免疫力明显下降, 这很大几率也是甲犬超标了。 五,如果在住进房间不久后, 全家人都得了寻麻疹、湿疹、打喷嚏等过敏性疾病, 而且出了这个房间症状就明显减轻, 也要考虑是不是甲犬的问题。 四,别以为只有装修房有甲犬, 这三种东西甲犬也超标。 一,放瓷器碗。 仿瓷器碗相对于真的瓷器碗来说, 颜色更加的鲜艳,价格也更加便宜, 所以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 市面上常见的仿瓷器碗, 绝大部分是用树脂做的, 但某些不良商家为了压缩成本, 会使用有毒的尿素甲犬树脂。 这类物质接触到热油等高微入脂时, 会释放出甲犬等有害的化学物质。 所以,不仅是屋内装修, 这种仿瓷碗也需要格外注意。 二,窗帘。 装修除了乳胶、家具这些物品可能含甲犬外, 还有一种东西很容易被忽视, 像窗帘、地毯这一类仿制品中, 也有可能含有甲犬。 这主要是因为, 这些产品在瓢染、制作过程中会添加含有甲犬的注迹, 其到防皱、防缩、印花和染色的耐久性、 颜色鲜艳,以及改善布料手感的作用。 新购买的也应注意去除甲犬。 三,面条。 说到面条有甲犬, 很多人都表示无语, 无疑会发出疑问, 怎么可能呢? 面条天天吃还会含有甲犬? 甲犬不是装修才会有吗? 但这真的不是危言耸听。 40%到45%的甲犬溶液俗称福尔玛林。 部分市面上购买的面条, 商家为了延长保质期, 不让其变质, 会先使用甲犬溶液进行浸泡,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甲犬面条。 这种面条和普通面条没有太大的区别, 唯一的区别办法就是, 建议大家购买正规的由监管机构认证的面条。 甲犬是严重的致癌物质, 同时也是环绕身边的常见物质。 生活中不仅需要睁大双眼, 辨别健康优质的日常用品, 还建议对新买的物品都进行甲犬去除处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颖, 我们下期再见啦。